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镶影寺 好大的寺庙 我们去打探一下 阿弥陀佛 天僧法号慧言 即将入夜 施主来此 可是要借宿 有劳大师 祥云此来 想欠贵三林设立施法一用 用罢即刻奉还 事关兄长性命安危 大师可否行个方便 善哉 善哉 今日时辰已晚 施主不嫌可借宿已晚 明日再来商议如何 阿弦 那我们且先住一晚也不迟 本寺只于一间禅房 且 亦有一位男施主借宿 施主若不嫌弃 倒也好过露宿山林 不碍事 有劳大师带路 陈施主 这位女施主 今晚也需再次结束 还望你不要介意 客气了 还望姑娘不要介意 如此便好 好 二位施主 请便吧 多谢大师 对了 夜里山间有猛兽出没 二位施主 若听见动静 不必害怕 小生姓陈 明又清 进京赶考图经此地 敢问姑娘方明 我叫夏侯雪 雪 春雪满空来 处处似花开 名字很称姑娘 是 小生见姑娘貌美 有感而发 请不要见怪 此处有妖气 姑娘真爱说笑 此乃佛门清修之地 怎么会有妖气 不仅此处有 附近四周都能感受到 哦 姑娘别怕 若真有邪碎之物出现 小生定保姑娘周全 我们早点歇息 明日见舍离失了锁灵周 速速离开此地 好 对了 这是一位得到高人 赠予小生的护身符 姑娘把他戴在身上 就不会害怕了 蜈蚣不受禄 公子的好意我先领了 夜已深 我先休息了 也好 明日起程我们再聊 阿絮 阿絮 快醒醒 哥 夏侯姑娘 发生何事 阿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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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阿絮 能恾 阿絮 阿絮 чески 阿絮 阿絮 哪 阿絮 前方就是禅房 各位施主 今夜请在里面休息吧 多谢大事 咬气越来越重了 我们快走 那书生 带他一起走吧 你不愿杀他 还打算救他吗 我 快走吧 我们战场立功回乡 途经此地需要借宿 还请方丈行个方便 阿弥陀佛 诸位将士旅途辛苦 请容平僧为诸位安排 夏侯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一位香兵刚才来找小生 他自称楚城 说能带小生安全出去 但要先找样东西 路上忽然被一尊佛像 挡住了去路 小生两眼一黑 醒来的时候 就见到了夏侯姑娘 那孤魂野鬼 是要找他作伴 就是他 他好像 要小生 跟他 阿弦 别管了 我们走 可是 人尚且未必救人 我们是妖 更没有救他的道理 人也好 妖也罢 我是我 不想见死不救 他与我们无恩无德 是死是活 与我们何干 舅舅说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何必计较这些 哥 随你吧 待他恩将仇报的时候 你就知错了 Boss了 你 救救 救救 都 需要 会 劳 i know you 《狐狸》 四庙不见了 竟然是座鬼庙 本尊应该另载他处 这里像是我们来时走过的路 瘴气风山 必须先找到月灵的源头 才能走出去 赶两块吃没了 我看还没回到乡里 咱们就都饿死了 听说这星云岗上有个大寺庙 路过的时候去要点盘缠 咱们是逃兵 寺庙能招待咱们吗 蠢货 咱们不说 谁知道咱们是逃兵 本还打算领军想回家讨媳妇呢 现在倒好 通着手回去 知足吧 溃败的时候 你看有多少人活着逃回来的 刚开始咱们还有几百人 逃到这儿咱们就剩 就剩咱们几十个了 听说没回营的人 朝廷会通知乡里阵亡 没准家里也以为咱们死了呢 现在想回营也为时已晚 我们家快赶路 楚张 听说你家娘子貌美如花 现在归心四见吧 何兮存人 谁不知道楚家媳妇 这小子厌抚不浅 不要取消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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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下 好 我哪來這清雲剛入家村的 跟著還多謝救命之恩 蜘蛛鬼問很醒 你卻讀事自己人 在此何為 此事說來話長 我們入家村地圖要到 戰亂一起 便淪為兵家必爭之地 處處屍骨片眼 這鬼物恨行也就不足為怪 那你們為何不舉足逃難離開此地 我們族被本有此打算 不過天可連見 數十年前曾有個格道高增 將此地的鬼物說服 還在崗上建了一座寺廟 我們這裡倒也太平無事 只是如今也不知什麼緣由 這崗上也變得鬼氣深山 我還要趕路逃往別處 就此別過 此人剛才被那些邪物圍住 就不曾被害的性命 而且在他身上 能感覺到隱隱的佛門法令 但他卻又不是佛門中人 難道 老太口中的刑害便是他 且慢 我送人所托 尋找了一件被人搶走的寶物 欸 連一種可憑空誣陷我 我還沒說是你 哼 這是不打這招 我還沒說把握在你手上 你卻仿駁我誣陷你 你敢讓我收一收嗎 剛才一翼想必你見識到我的手段 不想嘗到疲肉之苦 並想鎖到之後迅速奉還 內向勞命 我一直看到老婆子 阻止人知臉前 就順了過來 你對我有救命之恩 我熱救鳳上 倒汰 可是我剛才沒有接這個任務啊 好啦 好走吧 好 這個是可以幹嘛 喔 加殺 7秒可以解除內傷 好 來吧 來吧 不准备 i know you 哎呦 啊 啊 这应该是本尊 进去看看 这应该是本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试斩玉灵手 我出来救你 你被疯了 小狐姑娘 我来救你 我坚持不住了 你快走 姑娘要不要紧 怎么回事 你不是被那个阴兵带走了吗 小生跟随那香槟 在山里找到一具尸骨 从上面拔下了一柄箭 她让小生 带着来寺庙找件东西 没想到 正遇见夏侯姑娘有危险 索性姑娘平安无事 她要找的东西 应该就在里面 你不怕她害你 她答应小生 只要为她了却遗愿 便助我安全离开此地 那阴兵有执念为效 也许想借她的身还阳 我也进去看看 看这儿 看这儿 这大殿里的佛像 督得是真金啊 我还看到功德香里 有好多香油去 怪不得招待咱们那么大发 这和尚的日子 比咱们可舒坦多了 咱们在战场上 走了一遭鬼门关 为了活命还要当逃兵 连军饷都领不到 再看十几天路 就要散伙回家了 太窝囊了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殿 咱们有人有兵器 不如 别胡来 方丈好心招待我们 怎可有歹意 不错 大家安分点吧 你们有女人在家等候 才说这封娘话 你不想给娘子也 带点东西回去吗 那不成匪兵了吗 逃兵都当了 当匪兵又如何 你们若干犯事 我便告到官府去 你 你 好了好了 我们也就说说而已 离政兵勇和稀一大 行不漫大 可便长 拖篇揭遍遍难 残勇漫兵 归无相 夫妻啊 虎子 你一直查这点点 不嘛 不嘛 阁下究竟何方神圣 在下楚城 如姑娘所见 尚有执念为孝 不得往生 成了古魂野鬼 刚才的夜叉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下占有的怨灵所变 每夜徘徊于此 枪海解锁的路人 在下遇让书生 来此找童心结 为驱赶夜叉 先带她寻得了杀死她的凶器 若你们能把童心结 带回给在下妻子 在下定全力报答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不可害这个书生 放心 在下没有这个打算 怨灵的源头在何处 山岗上有一座佛塔 那是当年的抛石处 厉鬼聚集便是源头 那可知这静隐寺安灵舍离在何处 也在佛塔 慧颜大师抱着的一尊佛像上欠着 那我们去一探究竟 你在这里等候 我独自去佛塔 小生帮不上忙实在惭愧 这护身扶姑娘带上吧 算小生略尽免力 算小生略尽免力 怎么 你怕了 人都杀了 我怕他 过了过了 下半辈子都不能安生 人怎么干的 连同和尚都别放过 好 咱们回寺里分东西 这尸体 要是官府查起来怎么办 收拾一下 拖进前面那座塔里 一起烧掉 这是什么 看来被拋进塔里是 还有和尚活着 看来这便是慧颜大师 就是这里了 找到医师的头骨就能破掉结界 不仅得到舍利 把源头月灵逼出来 还可以散掉瘴气出山 赐下找找 是灵魂残渣 好强被怨念 这傢伙没死 为你保证什么 不肯给 有这不活相 那可你赔葬吧 可不 天归大 愿战 清 永 风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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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别有期 待小生科考结束 能否再见姑娘 公子有自己的虔诚 你我人要殊途 还是不要执着了吧 可否告知小生 姑娘将来会在何处 小生若找不见 便不执着 不错 这小子 倒有几分根性 好吧 你若能寻到明州城 便能再见到我 明州城 小生知道了 夏侯姑娘 我们有缘再会 嗯 保重 小子毫无灵力修文 一生都不会有机缘 找到明州城 那样便好 她找不到 自会知难而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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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